來玩這款遊戲 沉默城堡 登錄獎勵 學生生存模式 這款遊戲出了有一段時間了啦 好啦 我們看一下 這什麼啊 生存遊戲喔 聘配玩家一開始應該都是 電腦吧 早上找一張床睡覺 找這裡好了 右下方是什麼 空頭耶 有金幣就可以升了 可以鐵字門耶 看廣告 好啦 我現在是鐵字門啊 床鋪也可以升級 床鋪也可以升級 那我現在要幹嘛 啊 他在打門了是不是 那麼兇啊 那我要先做好一切準備啊 他掉錢我就可以升級 那升 升床鋪的話可以獲得黃金啦 升鐵門是增加經驗值喔 啊 升命值啦 接下來就是鋼字門啦 我們可以看一下其他人的狀況嗎 只要點擊中間上方的人物頭像 就可以直接移動到他那邊去了 欸 他怎麼會有武器 啊 有武器 他不講我都不知道有武器 射翻你 我跟你講一開始 升便宜了就好不用 不用升到太貴了 哼 這裡門破的時候你就掛啦 我現在要多產點錢啦是不是 可是 我們快爆了欸 還可以去進行移除 我現在有多少錢 升的有點慢欸 啊 我們會回血喔 那太好了我先升這個吧 我先升我床鋪等級 我們先看一下別人 看他在忙什麼 其實他挺有趣味性的啦 這個沒有再分舊遊戲新遊戲啦 完全就是打好玩的 這個門要被爆了嗎 邊打邊修欸 趕快爆一下讓我看一下 結果是怎麼樣 然後欸 呵 太可怕啦 好啦 我現在 我現在137塊啊 我現在有6400的生命值 我剛剛怎麼打 這場我要贏了 走下方 聖水十字架鼓箱的效率提高 十字架鼓箱不知道什麼 特殊能力吧 還有發電機喔 好痛喔 啊啊 然後收集的 這個石頭就可以換找勝了 好像是透過你打關卡的時候吧 好啦大概知道怎麼玩了 生存天賦勒 天賦也是要用這個生的 所以這個金石 非常重要的 然後轉盤勒 轉盤是這些啦 有轉盤增加一點勝率喔 然後我們也可以當靈魂收割者 來吧 寫之皇后 欸不行欸 靈魂收割者我這個 我現在只能玩 我現在只能玩倖存者而已啦 每秒會得到一枚金幣喔 學生好啦 來吧 增加金幣的產量喔 我發現是我的輸出不夠 我們應該 學哪裡 找下面一點好了 這些都是頭啊 讓他們去送 欸 這有一個洞欸 這是幹嘛的啊 欸 去看一下 去看一下 這什麼 這好像沒幹嘛 靠謠 來吧 這次不看廣告了啦 要不要看了一次 哇哩哩 來 空口 好喔 我先等你 先等金幣吧 欸一開始就來找我啊 真的假的 太過分了 番茄泡塔 我先升金幣吧 其實這個遊戲 有一點是吃運氣的啦 有金幣咧 我們先升這個吧 也就是說一開始 先集中升金幣嘛 金幣升得起來 剩下的再說了 這個石塊而已 花了 升一下 欸 如果強化 集中砲塔欸 來看一下看一下 這樣可以射爆他們嗎 再來 又是兩百千幣啊 又是兩百千幣啊 好這次再做個測試好不好 發電機 維修站 每秒回覆2的生意值欸 好像不錯喔 所以我們發現戰藥先蓋才對喔 所以我們發現戰藥先蓋才對喔 這個要不要看廣告啊 好啦 我現在有電力啦 也是在累積中的 啊 天使守備消耗 石頭 來擋門的喔 啊這個我不強化了 我要做測試對不對 敵人咧 你看看我的速 你看我的攻速 哈哈 我又領取了一個砲台欸 這個 我要先射這個 因為我 因為我這次體驗的目標 然後 是要把 boss給擊落 欸他是優先升砲台的 我發現這隻boss應該打不動我了啦 那我現在 來做一些其他的吧 下 這個要把他下滿 下多一點吧 因為升的話要四百金幣啊 不划算 沒有投資報酬率 接下來就等待吧 他被打了 喔 這隻boss現在變成五等了 猛猛的喔 好弱喔 他這樣打不 撐到泥泥 他這樣打不贏我們啊 來看我怎麼射他 維修與升級還有這樣的東西喔 不用了啦 欸他碰一下就沒了欸 太過分了啊 整體來講這款遊戲 好玩是好玩啊 要贏的話 基本上先看廣告吧 大家掰掰 掰掰 好玩喔